這個民眾黨主席看到 因為已經發生的案件 讓旗子驚見 民眾黨是要帶一民眾來全國開港 抗議屬發難關 前一天在今天晚上 會在立法院的這個 軍縣樓外面來舉行 韓國昌就批評說 這個新政府的這個當兼一體 來製作新的儀款體制 是嚴重來打擊到人民對屬發的信心 立法院旁邊的桌南路 再去高點三十分進行交通關節 可以看到無台等地大件 進行準備鋼走 民眾黨主席的過問題 陷入進化聲案 讓人裁定基地檢驗 民眾黨發起全國開港 抗議屬發難關 第一次就選在夜晚 再去記憲行政記者會 每個人頭上廣白 請社會系統 在黨檢一體的新威權體制下 創傷的不僅僅是柯文哲主席 個人的情慾 真正重創的 是台灣的司法正義 以及人民對司法的信任 今天辦柯文哲 抹黑柯文哲 明天有可能就會抹黑到你身邊的人 我們的怒火 我們的集結 我們一步一步會採取更激烈的態度 不過請說 要不只是起點絕對不是重點 未來民眾黨全體的黨講述 這次者會在全國各地發起 讓我來集會 街頭選港 審來甩命會 也跟客廳會 簽進社區和林立 不過柯文哲 讓我們記在後 是不是會死到黨主席 後少由雙來接任 也讓國內在關心 現在又團出 柯文哲說 捏著自己由國進去 會讓黨來一個交代 這個訊息從哪裡來 都沒有跟我講 難道會跟外界講嗎 依照我們的黨章 還有我們的這個評議條例 這個起訴也不等於一定是會怎麼樣 已經成立了調查小組 在這個部分下 我們會依照我們的進度 和既有的制度來做評議 如果是讓我們問到 要這樣外黨的要請國民黨參加 不過其中只表示 會有這麼多國際好朋友參加 新婚也限在民眾黨黨講述 記者 中華報道